据中国海关本周一、3月25日公布的资料显示,中国2月原油进口3923万吨,从比增长21.6%。 其中,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的对中国的原油供应量达到595万吨,约为155.2万桶日。 据路透资料计算,这比2018年2月,增加了29%。 2月俄罗斯的对中国的原油出口量,为574万吨,接近150万桶日。 这意味着,今年2月,沙特重新回到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的宝座。 今年1月,沙特对华原油供应位列第二。 据路透供应链和大宗商品研究部门原油高阶分析师Mark A在报告中指出, 沙特提升了在亚洲市场的份额。 该国与包括中华恒利和荣盛等中国链油厂,签订了新的2019年供应合同。 另外,全球石油巨头沙特阿美石油公司,也与中国企业3月23日,在辽宁盘景,联合成立华锦阿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。 投资额超过百亿美元。 海关资料显示, 1比2月份,原油加工量,10249万吨,增长6.1%,日均加工173.7万吨,增长1.7%,再创新高。 根据日前公布的中国油气产业发展分析与展望报告栏皮书,2018-2019显示。 2018年,中国原油加工量和石油表观消费量,保持强劲增长,均破6亿吨。 不过,蓝皮书也预测。 2019年,中国原油需求增速,将会小幅回落。 原油对外依存度,将略提升至72%,资料显示。 2018年,中国原油需求对外依存度约为70%,而根据国际上公认的一个惯例是,石油储存要达到90天才是安全的。 不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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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可能会有点多七月 Jump